你好,这里是旧事爱玩股 旧事爱玩股是由玩股网筹备发行 玩股网是全台最大的投资教学与资讯平台 成立Podcast是为了让更多投资人 可以接受到正确的投资观念与技巧 成为市场赢家 嗨,我是楚狂人 今天想来跟你聊一下 如何自己配出更稳健的月配高股息ETF的策略 以及如何帮小孩买股票 才不会以后被靠腰 你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收获 记得要按赞加订阅 下次才不会错过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玩股网鬼刀秧团长出的新书 我已经认识鬼刀秧十几年了 从十几年前碰到他到现在 他其实都一样是风度翩翩 说话会咬文嚼字的这种书生style 但是在这个书生的外壳底下呢 其实他藏着一颗交易人的铁血纪律 之前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 鬼刀秧为了要展现他的实力 他连续做了几个礼拜的示范操作 示范操作最后的结果是惊人的88胜一负 胜率高达98.8% 这个是短线交易人的鬼刀秧 另一方面 鬼刀秧对于长线总体经济 也是非常有深入的研究 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在写 总体经济相关的内容 所以他不只是有实战操作的能力 他还有理论基础可以相辅相成 这个是经济学专家的鬼刀秧 这也是这本书会从总经写到 短线操作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两块都在他的防守区 都是他熟到不能再熟的东西 这一次可以在一本书里面读到 我觉得看到读到的人都是幸运儿 投资你当然可以主攻短线 你可以专心做短线 甚至是当冲交易都可以赚钱 那光谱的另一端呢 就是很多人 他也是他是主攻长线 从基本面去判断 说是不是现在该进场还是出场 但是你也知道 我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多策略操作 就是可以是同时做股票 同时做期货这种的多商品操作 也可以是一笔资金做短线 时常赚钱 然后另一笔资金做长线 一次多头就可以赚到翻倍获利 那这个也是一种多策略 就是周期跟策略不同的多策略搭配 所以像《鬼道秧》这本书也是提供给读者一个多策略的方法 以侧重来说 以中短线为主 甚至有一些讲到稍微进阶的操作技巧 那看这本书呢 会让我想到我之前 我们在节目里面导读好几次的交易好书 就是《走进我的交易室》 它同样是有从观念讲到实际操作 还有像什么杠杆怎么开啦 配置怎么做啦 进出场怎么做啦 那《鬼道秧》这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 就在讲实际操作策略跟执行的案例 第三章是进出的依据 它包含了主力成本 包含跳空 还有测服满足点 就是要如何去判断出场点 然后第四章呢 就是拟定策略分析 它包含了选择交易周期 还有商品的实战案例 还有深入浅出 在谈选择权实战操作 那书的内容很多 我就留给你自己看 只有最后面讲心态的部分 有一点我想要提出来跟你分享 这也是我之前 时常在跟我学员讲的观念 但是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鬼道秧说 在交易中啊 有一种操作叫做空手 每天的盘式 你不可能天天都看得懂 都有掌握度 但你看不懂的盘式呢 你就要懂得缩手观望 这个是操作中很重要的一环 那这个是投资操作里面 相对于在排桌上的优势 你在排桌上 你即使排面很差 你还是得下底柱 但是面对这种你看不懂的盘式 你可以选择直接空手以对 你不需要花任何成本 投资的路很长 要把市场零和博弈当作会倒扣分数的考试 一般来说送分题 别人会写的题目 你本来就也要会写 那别人看不懂不会写的题目 你要学会留着空白 你没有拿到分数 相对于别人会被倒扣分数 这个就是你最终胜出的关键 因为赚钱的盘 就是简单操作的盘 大家都看得懂吗 都赚得多 都赚到 就是比谁赚得多拿得多而已 但是赔钱的时候 是比谁要赔得少 所以控制亏损跟事实空手 就会是整场考试 营出的这个关键决策 这个其实就是巴菲特的棒球理论 以及我的终极波段策略 我不是有讲吗 我们在做完一段以后 不管是获利的单子还是停损单 适度的空手观望一阵子 都可以有效的提升整体获利 最后回到轨道秧 他说他本来要当作副标题的话 他说技术分析已经落伍了 你需要的是策略分析 光是靠技术分析 想要在复杂多变 接近无穷变数影响的市场中 持续赚钱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你想要成为市场长生君 你需要的是多元的操作 还有多元的手段同时进行 把技术分析加上总体分析 一起做一起看 才能够有效提高你的操作绩效 那现在轨道秧新书已经上架了 你可以到博客来去买新书 享有七九折的优惠 你就到博客来去搜寻玩沽网 或者是你搜寻他的书名 获利轨道 你就可以找到了 那你如果是去逛实体书店的话 然后发现被买完了 那你就帮忙去柜台问一下 那这样子书店会更快进货 第二个主题我想来跟你聊一下 如何自己配出更稳健的 月配高股息ETF的策略 月月配的高股息ETF 最近跟联准会一样在降息 联准会降息是降基本利率 那基准利率 那月月配呢 是配息的钱越配越少 其实这件事情 我去年就一直在讲了 我讲了很多次 这种高股息ETF 当初呢 都是因为买进 长期这种股价没什么变化 但是股息还不错的电脑股 原本打算 长期持有 股价波动不大 但是呢 我可以领高股息 结果遇到百年难得一见的AI狂潮 让这些高股息ETF的绩效 就狂冲一波 绩效跟配息都干掉 大盘跟市值型ETF 但是呢 这就只是一个特例情况而已 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 从2024年年初到现在快年底 高股息真的就被均值回归 截至目前为止 比较有名的月月配高股息ETF 像是台湾第一档的月配息00929 还有上市规模破纪录的00940的配息跟 绩效都大幅缩水 如果拉开今年以来的绩效来看 大盘上涨超过三成 台积电的涨幅超过八成 0050呢也接近五成 反观 929跟940还在下跌 月月配高股息ETF 它不只是股息是左手换右手而已 甚至它不一定能够赢过通膨 过去年化配息动不动都是10%以上 现在也开始校正回归 就回到个位数了 那在2023年高股息ETF绩效爆发以后 越来越多同性值的高股息ETF 开始满街跑 那这些ETF呢 本来它都是为了要 就是发高的配息嘛 结果看到市场多头再起 就是内卷起来 所以他们也被迫要开始去找标股 来冲高几小 就是为了要把资本利得 也就是赚价差来拿来配息 所以选股策略也就从原本 它是特别去买高配息的个股 变成说基金经理人要想办法去找标股 赚价差来配息 甚至呢他们可能被迫要去追高成分股 然后有趣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因为高股息的ETF 约定俗成的默契就是什么标股都买 但我就是不买台积电 结果呢当台积电大涨变成标股 高股息再怎么换股都干不过台积电的绩效 最后就只能变成就是频繁的去换股 然后想办法要增加这个提升获利嘛 结果呢没有提升获利 反而增加了换股的成本 而且他还吃不到今年台积电大涨的这段绩效 选股开始追高 很多ETF的选股策略搞到最后变成主动选股了 很多这个他们本来想说啊 我买一个高股息ETF我就是要被动投资嘛 结果没想到基金经理人比你还积极比你还主动 那只要持股上涨带动绩效变好 他就可以维持高股息也能够赚到更多价差 然后只要持股没有涨过没多久 他干脆也是因为内卷被其他的同行逼的 他就只好把直接一堆的成分股都换掉 甚至有那种几十档持股一口气全换掉的 那频繁换股就会让交易成本就又更高了 导致于内扣的费用也越来越高 如果你在听完前面提醒你高股息ETF面临到的难题以后 你还是很坚持我就是要选择越越配的ETF的话 我这边教你一个方法让你自己配置更稳健的越配高股息ETF 你可以利用搭配不同性质的既配息ETF组成一个多商品的越越配ETF 怎么做呢?包含了股债你可以同时配置 如果你想要股六债四你可以选两档的股票ETF各买三成 另外四成就是买债券ETF 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组是每季的第一个月可以领股息的这种股票 那这个时间配息的债券ETF是00687B 就是国泰美债20年 另外高股息ETF是00713或者是00918 当然如果你对台积电有信心 现在台积电也是每季的第一个月配息嘛 所以你也可以选台积电当你的第一组配置 第二组是每季的第二个月领袭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高股息ETF是最长青的0056 那目前0056的AI股占比是23.9% 它的金融股占比是13.43% 好最后是每季最后一个月领股息的 包含了像是00878跟00679B 那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是股票跟债券你都持有 股票跟美国公债在过去几十年 大多数的时候都有风险互充的效果 第二是分成三组 每组都是季配息 所以配起来就是每个月你都能领席 第三因为是季配息 所以相对于月月配 还可以多累积一些时间跟这个资本利得 你不会说刚赚到就急着要配出去 就是杀鸡取卵的情况会好很多 鸡可以活久一点 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分享两个配置方式给你参考 第一个配置是人气组合 就是大家都有买 而且呢很适合台股的 你可以做这样子配置 买台积电加上0056加上00679B 那这个组合有台积电 基本上就很可能你的绩效可以干过大盘 另外呢 0056持有其他电子金融相关的高股息成分股 目前加权指数成分最多的是电子股 再来就是金融股 0056的电子金融比例加起来有37% 就会让你更贴近大盘绩效 最后再配置债券00679B 就可以让你达到月月领袭 而且股债配置 再加上绩效可以很接近大盘 所以这个是教科书等级的配置 另外一种配置方法是 如果你真心不爱台积电 你觉得你把重金投在一家公司很危险的 那你就可以配置00687B加0056加00878 债券跟0056我们刚讲过了嘛 那特别要提的是00878 它是目前高股息ETF定期定额人数第一名的超热门标的 它搭上AI风潮金融股呢也买到23.4% 虽然说没有配置台积电 但是这一组的投资电子跟金融概念股的比率也比较高 所以至少产业配置还是跟大盘的电子金融权重的结构差不多 之后如果半导体整体产业是上涨的 理论上是不会落后大盘的绩效太多 那两种配置主要是差在有没有配置台积电 然后如果你是选择配置台积电的那一组 你就会牺牲一点殖利率 然后去换更好的投报率 近五年的台积电的殖利率大概都是2%上下 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但是0056跟878跟债券ETF的殖利率至少都有4%以上 不过只要有部分资金是持有台积电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高几率你的绩效不会输给大盘 大盘的绩效通常是海放高股息ETF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子配置以后 你一样是每个月可以领袭 而且还有方方面面比单纯去买929或者是940 风险更低绩效更好的好处 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是买到这些 所谓衰退中的高股息月配ETF 你觉得这样走下去没前途 你想要跳车换标地 但是又不知道跳到哪一台车比较好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我刚刚说的这种方式 利用自主的既配息ETF 买成股债配置的月月配 风险跟配息你都可以兼顾 好我再延伸讲一下 昨天的狂人talk影片里面有讲到说 如果你是对高股息跟市值型ETF有点难分难舍 就是很难决定说我到底要该买高股息呢 还是买市值型的 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两全其美 例如说你可以先投入高股息ETF 然后拿配息的钱再去投入市值型 你只要跑几个月下来 你就两边都有配置了 而且因为建议你是先去买高股息 这样子你就不用迟疑说 我买哪个比较好 很多人傻傻的 是因为说他就不确定买哪个比较好 结果就都没买 想说我再等等好了 结果没想到再等等是最糟糕的选项 因为现金放银行其实是最危险的事情 他一定会被通膨吃光光 以2022年统计到今年 高股息定期定额每个月 只要放3000块去买00713 季配息的股息全部投入0050 00713可以累积到2247股 市值有12.8万元 那0050则会买到427股 总市值是8.4万元 合计是21.2万元 投资报酬率是超过一倍的108.08% 那第二个方法是你先买一半的市值型 但是你是用正二去买 例如说你可以买富邦台湾加权正二00675L 或者是元大台湾50正二00631L 然后再把另一半的资金拿去买高股息ETF 那一半资金买正二让你可以相当于做到完整没有杠杆的大盘的铺险 风险只有投入一半资金 所以即使你是两倍杠杆 整体呢也不会加大风险 然后空出来的另一半资金 你就可以去买高股息了 目标就是领配息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同时享有领钱的快乐 再加上市值型的成长 两种方法的差异在于说 前者你是先投入高股息 主要的部位会是以高股息为主 然后不开杠杆 后者呢就是你不介意开杠杆的人 虽然说高股息只占一半 但是因为有一个正二顶着 所以说可以享有完整的市值型ETF的获利 再加上两边呢 因为都有配置高股息 所以可以稍微降低一些市值型的波动率 简单来说呢 就是遇到大跌 你的整体部位的跌幅会相对小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回馈 第一位听众他叫做West Young 他说小弟想帮两个小孩存股 三岁跟五岁已经开好户了 预计每年年底丢一笔钱给他们 本来是想买一点点高股息 让他们以后有点现金流 但是想到回测 都是大盘的报酬完胜高股息 然后呢想想就还是算了 所以想过以后呢 决定把钱分成三份 分别去买006208跟00921跟00935 预计存20年以上甚至更久 想要听听楚大意见 非常感谢 好你两个小孩很幸运 有个好爸爸可以提前帮他们想到 要早一点开始投资 你想的没有错 帮小孩买股票千万不要去买高股CETF 那个很不聪明 因为时间拉长一定是市值型的绩效大胜 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都一定是这个样子 因为小孩也不需要每个月从市场领钱嘛 所以说根本没有道理要去买高股息ETF 如果真的买错了 很可能会发生什么 就是二三十年后 他们反问你说 老爸 为什么当初要帮我买高股CETF 而不是市值型呢 你看一年的投报率差3%4% 二十几年会差超过一倍 就是爸妈一念之间的决定 会让他们之后拿到手的钱差一倍 那一定很多爸妈最后会被怨 就是好心办了坏事 那你问说分三份买6208跟921跟935怎么样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确定 哎呀 这样子做不太好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说6208 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嘛 反正就是市值型ETF跟0050差不多 但是持有的费用比0050更低 市值型会自动太弱流墙 所以买这个没什么问题 00921是赵峰龙头等权重 顾名思义就是持有的股票 它的权重都是差不多的 我查了一下大概都是3%多了 持有这种等权重的ETF对比 6208是市值加权的ETF 有什么不同呢 等权重可以避免单一 就是很大权重的股票暴跌造成的影响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有单一股票暴涨 它也就赚不到 像是台积电这几年狂冲 从2020年的200多块涨到现在破千 5年涨5倍 等权重就吃不到 我们刻板印象是 等权重ETF可以降低风险 但其实跟你想的不一样 因为00921上市时间太短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 所以我就帮你去看一下 美国的等权重ETF的长期绩效 美股代号RSP 是S&P500等权重ETF 我把它拿来跟正常的S&P500 对比绩效 从2004年到2024年的数字 跟你说一下 20年来的年化报酬率 正常的S&P500是10.2% 等权重是9.9% 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 正常的绩效会稍微好一些 标准差是14.7% 对比16.89% 对你没有听错 正常的S&P500的标准差 比等权重还低 标准差是什么意思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波动程度 数字越低代表波动越小 就是你的资产不会大起大落 所以越低越好 好再来看 最大资金回撤 正常的S&P500是50.8% 等权重是55.59% 最大资金回撤 是撤退的撤号 这个回撤就是拉回的意思 这个数据表示说你在过去20年 任何一个点 你投入好比100万好了 最差最差的情况会赔多少钱 那正常的S&P500是会赔 这个50.8% 就代表说最差你会赔掉50.8万 那等权重是55.59% 代表说最差你会赔掉55.59万 所以又再一次告诉我们说 等权重的风险比正常的S&P500更大 最后呢 你不管是看shop ratio还是sortino ratio 都是正常的S&P500比较高 这两个比例啊 比率啊 是看承担风险可以拿到的报酬 这个数值都是越高越好 所以从报酬率 还有从风险来比 都是正常的市值型胜出 报酬率会比较好 风险还比较低 最后再看保管费跟这个管理费 00921是0.335 那6208是0.135 也是6208的持有成本比较低 所以你完全没有道理 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 你要刻意去买等权重ETF 好 再来我们看00935 这一档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 他是专注投资在科技股的ETF 那我猜啦 这一档的ETF是要去对标美国的 NASDAQ的ETF QQQ 因为这一档才上市一年多 也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我一样用美股来回测数据 我找了S&P500的SPY对比NASDAQ QQQ 从2000年1月到2024年的10月的数据 总时间接近25年 这一次的回测数据 因为有吃满 2000年网络股泡沫的那段超级空投 所以两边的绩效严格来说都不大好 年化报酬率S&P500 年化报酬率SPY是7.52% 对比QQQ是7.64% QQQ小赢一点点 标准差是15%对比23% QQQ的波动大很多 最大资金回测就是拉回 SPY是50.8% 就是在金融海啸那个时候 但是QQQ网络股泡沫那一次 最大累积下跌高达81% 也就是说你在2000年高点 投入100万去买QQQ 两年以后你会只剩下19万 赔掉整整81万之多 那shop ratio跟sortino ratio 都是正常的S&P500比较高 所以单纯的科技股的 ETF的绩效跟风险都是高于s&p500的 回到刚刚讲的台股00935的风险跟获利 那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推估 它很可能也会高于6208 那我帮你去研究过921跟935以后 我的建议是你帮你小孩存 6208跟935就好 等权重的921就不要买了 会这样建议呢 是因为6208相对稳健嘛 那专门走科技股的935 它是涨也涨得多 跌也跌得多 但是其实过去20几年来 也就碰到一次的网络股泡沫 所以后来才差点追不回来 但是帮小孩投资的重点是什么 关键重点在于说 不要去怕担风险 只要能够确定这个标的 是长期向上的 然后呢 你又打定主意 你说你会持有至少20年 甚至会更久嘛 那这个风险就可以忽略掉 因为最后就可以赚更多回来 再加上说你是定期定额买 所以呢 就算遇到大跌 你只要持续定期定额买 你就把成本去摊掉 获利其实会很好 刚我做的绩效回测 虽然说QQQ在2000年那时候赔掉81% 但是后来呢 他有绩效是真的有追上来哦 甚至最后有超过了SPY的绩效 就是花时间而已 那这个也是帮小孩投资 跟大人自己投资最大的不同 小孩投资 你可以拉超长的尺度 你可以承受很大的风险 但是如果大人 好比说你有几千万 甚至你有上亿资产 你一下子赔掉80% 那应该会很崩溃 而且可能来不及赚回来 我也在提醒 正在听节目的你 巴菲特的资产会这么惊人 除了他选股能力好 爆股票的耐心很好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他从10岁就开始投资 然后持续投资超过80年 老先生已经90几岁了 如果他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一般人想象的很多人是30岁才开始投资 然后呢 我给他100万的美金的这个本金 年报酬率一样跟他现在的年报酬率一样 是22% 他从30岁干到60岁退休 开始吃老本 你知道他的资产可以累积多少吗 年报酬率22% 他的资产30年可以累积1100万美元 比他现在的资产少了99.9% 所以如果你小孩还小 爸妈帮他们投资 其实是很聪明的选择 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你只要丢一点点钱 例如说你可以每年丢个10万 或甚至你每年丢个5万也好 只要每年投入5万在投报率10%的商品 例如说6208 20年以后他们可以拿走超过280万 那你总投入的本金是100万 所以等于翻了快三倍 好下一位听众他叫子林 他说楚大您好 请问您ETF联动大盘不配息 台湾有这种ETF吗 白话点就是要不配息 而且能够联动大盘的ETF 感谢您 你可能也跟我一样 觉得每次领了配息 还要再投入很烦人 所以说也在找没有配息的标底 我这边有几个选项给你 第一个你就直接去买正二 例如说富邦台湾加权正二 00675L 他就是用期货去模拟大盘走势 再开两倍的杠杆 那因为是期货模拟嘛 所以说没有配息这件事情 你如果觉得两倍杠杆很高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用一半的钱去买就好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 你要的联动大盘 而且不配息的要求 而且风险没有增加 那保管费跟管理费 加起来是0.69% 台湾50的费用是0.355% 那乍看之下会觉得675L比较高 但是不要忘记 你只买一半的钱嘛 所以你要把0.69%再去除以二 再去跟台湾50比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除以二以后 竟然比台湾50的费用还低 所以买正二是一个选项 然后补充给你 如果你讲联动大盘 其实你是想象中是要对标台湾50的话 那你还可以考虑 就是买元大台湾50正二00631L 因为631L是比大盘要更贴近0050的 你是对台积电很有信心的 你预期之后还会再冲高 那你就买631L会更适合 不过631L的费用比675L要高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选项呢 就是你自己去做期货的无线转仓 那也没有配息的问题 还有一个选项是买基金 例如说元大台湾卓越50ETF连接基金 新台币A类型不配息 或者是元大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基金 A不配息 你去搜寻大盘不配息基金 就可以找到很多 不过这个东西我没有买过 你就自己研究一下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盘事 前两集节目都有在跟你讲 无论美国总统是谁当选 在选完以后 半年跟一年都是上涨几率超过八成 结果呢 川普上了 果然股市就先涨一波 美股的涨幅比台股大 因为大家都在担心 台积电会被川普殴打 但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担心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现在是垄断高阶晶片市场 后面英特尔跟三星都没出席 追不上 所以就算川普要提高关税 或者是要收保护费 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 台积电也无所谓 老神在在 反正呢 我就把成本再转嫁给我的客户负担就好 这就像那个 形容房东赚大钱的段子 政府把水费电费调涨500 那房东知道了这个噩耗 赶紧就把房租调涨2000压压金 那房客因为不想搬家 只好吞下去 台积电呢 比房东更可怕 因为他没有可取代性 房客还可以找别的房子住 但是可以稳定制造 高阶晶片的晶圆厂 只有台积电一家 所以他完全有恃无恐 而且川普其实就是商人性格 这个你应该也有去 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很明显身上有典型的商人特性 那什么叫商人特性 商人特性有几点 第一个有弹性 做生意呢 都是需要弹性的 不知道因地制宜的都不会是好商人 早就死翘翘了 所以台积电如果对川普释出善意 让他可以对选民有交代 他就很高的几率会马上调整说法 第二放狠话 以谈判学来说 一开始放狠话的好处 一定比一开始就很软要更好 就是先把定锚点拉高 之后呢 你要降一点也可以 也降很多也可以 主动权在他身上 所以他总是会先讲的很恐怖 一副就是要完全放弃台湾的样子 然后一副就是要大力制裁台积电的态势 但其实很可能就只是要先吓唬人而已 第三拿钱办事 之前川普说台湾都不付保护费 都抢走美国人的投入 但是商人其实就是拿钱办事 有钱好说话 而且在商言商 你只要台湾付钱 台积电释出善意 川普呢 就没有道理要去跟你鸡飞蛋打 拼个同归于尽 一定就是拿钱就协防台湾 拿钱就给台积电开通道 有钱大家赚 而且台湾我们是怕人收钱吗 不是 台湾有钱的要命 怕的是给钱人家还不收 只要人家愿意收钱 台湾就安全了 所以说虽然呢 现阶段台股有点压抑 但其实不是不涨 只是还没涨而已 等大家想通了这件事情 台积电就会加倍奉还 好最后我们聊一下美债 一样是川普上了以后美债就崩跌 很多人是重仓美债 甚至是欧益美债的 他原本想的很美好 这个股市涨多了 我把股票清空 买美债 我再赚一波 结果呢 就买在天花板 然后就狂跌 泪流满面 我的想法是这样 债挖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砍掉 因为已经跌这么多了 美债又不是个股 不会发生宏达电一样 跌掉98%这种烂事 然后你回头看 这两年来哦 是不是每次都是 美债在遇到满坑满谷 利空的时候 都是波段低点 就是你觉得很恐惧的时候 其实波段低点 都就在这附近了 之后起码有个反弹 所以你就算要卖美债 你也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卖 你等他弹上来再决定 不然很高几率会后悔 那要不要逢低加码 就看你自己心脏受不受得了 我只知道现在是相对低点 但我没有办法保证说 现在是绝对低点 如果你持续加码 结果再不小心跌了一段 你心脏受不了 砍在最低点 那铁定会很想死吗 如果你心脏够强壮 当然在相对低点 加码都是OK的 我自己上个礼拜 又再加码了一部分 我加码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美债跌多了 第二个是 我的债券占比 从原本我的部位 是占三分之一左右 现在暴跌 剩下只剩四分之一了 所以我就想稍微补一点 那我的想法跟做法给你参考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 OK就这样 拜拜 拜拜